这不是我表弟吗 不会吧 连给你爸的埋尸体 还都没有 为了五万块钱 去周家肉沙门了 李江龙 都是因为你才害死的我爸 赶紧滚 爸 爸你干什么 快上来 李安你别过来 我把家底都输过了 还要害你入罪还债 爸对不起你 爸 我知道是李江龙 拉你去赌室的 赌宅我们都还上了 我干妈不责怪你 你赶紧上来呀 李安 你不好好照顾你妈 爸真的没脸 再活下去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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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那个不成器的老东西全别人不识 陪他血本不过 是他自己挑老的 你还想和我 找死 你找死 杨儿 大喜的日子 别讨论 跟这种人不用跟他客气 爸是因为他 杨儿 你都已经到窗门吃饭了 还要不记住 我可是听说你的新娘子 在城里的按摩店 但见不得人吗 等洞房的时候 你可得好好健身一下身体 看看有没有 哈哈哈哈 难怪这就这么有钱 原来这新媳妇 是在城里按摩店的 啊 店里做的工作的 就除了那一套 钱不就来了吗 哦 按摩店的啊 是啊 新郎还没过的门 这头衔的绿帽子 就知道戴了多少啊 哈哈哈哈 原来瞧瞧吧 原来瞧瞧 你再说一遍 杨儿 金峰是你的大喜乐子 就当妈求你了 回方去找这 别让人家等着急 吧 看在我妈的份上 今天饶了你吗 哈哈哈哈 我我好怕 但是把你的狗嘴给我闭上 好啊 你也累一年 回去歇会啊 哎臭弟弟 当哥哥的 也只是好心提醒提醒你 毕竟啊 干那种 工作 干嘛 你最 身材挺好 难怪在城里那么吃香 那么能赚钱 你再说一遍 你给我记好了 之前的事 我可以不给你计较 但是你以后 要再敢去按摩店干活 我打 我倒到你的腿我 你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上门女婿 也敢嫌弃我 你以为我想入坠啊 要不是你爸愿意给我那钱 算了 不提了 我爹那是看你人不错 你死相逼 我才愿意回来跟你结婚 不过这样也好 既然我们两个 都对这桩婚事做玩意 那 事情可就好办了 哎你想干什么 现在回婚 你爸给我这样的五万块钱 哎你可别想要回去 没出息的东西 谁稀罕你那五万块钱呀 嗯嗯也是 你在城里干那种工作 他不随随便便就赚五万吗 看你说欠打 雪儿睡了没 我给女婿送点鸡蛋补补身体啊 嘿嘿嘿嘿 吃鸡蛋 生男娃 哈哈哈哈 爹啊 特意给你带过来的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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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儿 今晚还得努努力啊 争取啊 明年让胖 抱我大胖松子 哈哈哈哈 哎呀 爹 你怎么越老越不正经啊 你赶紧给我出钱 哎哎哎哎哎 好女婿雪儿就是脾气势 你可得多担待啊 哎呦哎呦哦对啊 这样吧 给你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家祖位传下来的戒指 这手你想见的呀 是朋友开天地势 流传下来的天气雨 这个雨并藏的能量 超乎你的想象 只可惜 人压不住 速度说这个戒指 从来是传男不传女 哈哈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来来 哎呀 所谓女婿也是半个儿嘛 传给你一祖宗 也不会怪罪的 哈哈哈 不不不 哎 好好好 哈哈哈哈 很稀了呀 啊 啊 老公 鸡蛋吃完了 我该加班了 好给我们周家延续香火 老公你快过来呀 你是来真的 什么真的假的 你说我的凶嘛 是不是真的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不过你可要小心点哦 我会害羞的 都是熟练工种了还装什么蠢啊 真当自己是黄花大闺女了 哎呀老公 你亲一点 不愧是专业 真是会烘托气 以我现在的状态 一定让你一举得难 一定能报上孙子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我爸走了 他得真让人上 要不是你爸对我不错 我才来个大力 哼哼 碰我 你也配啊 啊对 是我不配 我都忘了 您在城里可是收费的 像我这种免费的 您可不习惯了 我知道村里面有些人在胡说八道 那不过是因为他们嫉妒我一个女 要比他们有本是罢了 但你既然相信他们的直言片语 还在这里给我阴阳怪气 这只能说明 你跟他们是同一种人 哦不对 你可是愿意背了五万块钱 就心甘情愿入罪吃软饭了 这就能说明 不如他 哦 你干不正经的工作就不让人说了是吗 嗯 正当的博演看清楚 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这是 天 其他赋经周 但是 我 这上面的电话号码不一定是真的吧 真是挖下不可理解 跟你说再多也都是对牛皮疾 不过也可以理解 你这种底层人的故话思维 要不是我肯去分下架给你 那你这一辈子 估计只能待在那个穷乡屁人 做一只井底织蛙 你真是好 好毒的一张嘴 我告诉我 我会跟你结婚 完全是因为我爸 等过段时间呢 我就会告诉你爸 你无法让我怀孕 更别体会我们周甲延续相婚 然后跟你结婚 咱事都没试过 这要传回村里我还怎么见人呀 我会给你一笔钱作为赔偿的 这还差不多 不过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别总想着赖鸿鸡是天鹅肉 快去沙发 哎你能不能对我态度好点 这名义上我还是你老公呢 哎哎疼疼疼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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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把这些人也再活下去了 爸 爸 你谁啊 你谁啊 老朽 周氏仙祖 今日 你既与我周家有缘 得到的天启神界 我便将我这一身所学 玄天神经传授于你 这里有 一道真酒 玄树 后世崩垂 望日后 玄壶济世造福一方 倘若周家有难 定要鼎力相助 这是什么 玄天神经 我以为我是壮大运的 没想到是做梦 周氏别穿衣服呀 我能透视啊 还真是把张大运了 小色狼好看吗 你要不要过来看清楚啊 不用了不用了 看来玄天神经是真的 那我可要好好利用一下 我赚了大钱 看我怎么收拾这小年 你可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啊 这件事情不能让我爹知道 否则的话 你就一分钱都别想唠叨 知道了 那你能不能先借我一万块钱啊 你放心 我一定还你 哟 这么快就开启了你吃软饭的节奏了 你试图坠了我们周家 我们就是敢养住 但是也不是给你这样挥霍的 我是想跟你进城之前 这钱留给我妈 没看出来呀 还是个大孝子 这刚进门 胳膊子就往外拐了 这两个换钱呢 是作为你昨天配合我的报酬 不过等你回去倒贴的时候 可不能让我爹知道 毕竟这里是农村 贵族多得很 你这上门女婿啊 就跟刚娶进来的新媳妇 没有什么区别 入门后三天才可以回娘家 我知道了 我爸都市赔的请家荡产 我倒是要看看这里面有什么玄机 难怪我爸都市会血本无亏 这些毛料理 就明快是好的 这个不错 这不是嫁去周家吃晚饭的废物吗 怎么想学你那个废物老爸 不许 不许你侮辱我爸 你都被卖到周家去套上门女婿了 还背后那个老公姐 只是可惜 那个按摩女套现在都不敢露面 也就你这种甘愿吃晚饭的废物 才愿意带绿梦子 上门我去关你屁事啊 吃你家饭了睡你老婆了 再敢狗叫我就叫你做人 就你这个废物还敢跟我笑着 我敢打赌 你跟你那个死鬼老爸一样 一块鱼石都开不出来 要打赌 要打赌 你还来劲呢是吧 我今天倒是要看看 你是怎么把周家输的倾家荡产 跟你那个死鬼老爸一样 如果我赢了 你就滚到我爸面前 磕三个想投 好啊 要是你输了 你就大喊三声我是废物 从这里爬回周家 把你老婆在按摩店上班的事情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我闭上你的狗嘴 我们看 就这 出狱了 张龙无愧是在城里通过的 这一道下去 肯定稳赚不赔 是 真的是厉害 才能 不错 这块鱼色泽饱满 质地浑厚 最起码值五十万的 居然是乾文广的大师 据说他前段时间花了二十万 开出了一块价值千万的帝王绿 就这创造了我们的业内神话 多谢钱老夸奖 跟您比我还差得远 费物我已经开出美玉了 你还没挑好呀 废话真多 就这块了 听说这块毛链 是老板花两百块钱进过来的 放了快三年 一直都无人问津 就这能开出极品才怪呢 费物 你挑了半天 就挑了这么一块肺材啊 你怕不是眼瞎啊 费物 你挑了半天 就挑了这么一块肺材啊 你怕不是眼瞎啊 小伙子 这块毛链 突凹不平 内裂多褶 质地疏松 很明显的 他是开不出绿来的 钱老 你不知道 这小子啊 就是一群光蛋 就这还是去周江倒车门铁 也就只配在这里选点毛链了 在家里啊 捡别人不要的货鞋 在外面 捡别人不要的毛链 活该你当绿毛龟 狗眼看人低 我就要这块毛链了 切吧 慢着 怎么 怕了就赶紧跪下磕头认错 从这里爬出去 李洋 我们都知道你跟你那个死爹一样不成亲 你现在给我跪下磕头认输 不丢人 谁说我要认死 我要您从 这里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那就别怪我不给你念 出绿了 竟然出绿了 真的有翡翠 这 这真的出绿了 出绿又怎么样 就这块玉的橙色 也就值20万 比我那块差远了 嗯 不错 但这要看下一刀 开出之后 绿的面积有多大 若无绿 便是废绿 小伙子 你花一万块钱 开出这种程度的率 已经是到达极限了 我劝你还是见好就收吧 我相信我的运气 钱老 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他竟然想狗叫着爬出去 你就不要再劝他 下一刀 不是 钱老可是都世界的大妈 连他的话都不听 真是犹言不尽 我们就看你从这里爬出去 这这什么又绿了 看着绿意 好像是极品的正阳绿 这不可能 这个被我怎么可能看得出极品正阳绿 看着橙色 钱老我从小看着这个废物长大 他爹为了赌食 把家点赔个惊慌 看今天这个废物就是走了公主院了 正所谓 神仙难断次 有的时候啊 这运气 比经验 眼力更为重要 小兄弟 你运气好 也是本事吗 多谢谢 你也该怨赌输输了吧 跪下道歉 你这个倒杀门的 把我们李嘉脸都丢尽了 还想让我道歉 真的吗 这这 你也难得一见的正阳绿域啊 价值千万呢 就这样被你给毁了 跟我赌你玩不起 还毁了我的正阳绿域 招死啊 跟我赌你玩不起 还毁了我的正阳绿域 招死啊 反正就是个废物 废物上次 哎 这极品正阳绿摔成碎片 太可惜了 小伙子 别灰心 如果你愿意卖的话 这堆碎片 抹出五十万 我 不愿意 虽然一千万跟五十万的落差 还有点大 但是前老愿意花五十万 买你这堆破烂 你别不识好歹 我不卖 自有我的道理 这块血玉 才是这石头最终的价值 哎呀 这是世传千年的 明顶险欲啊 其价值 无法用金钱估量啊 没想到 你竟然在一块废石当中 开出了矿石真品 小伙子 你不是能看透这块石头吧 你的运气也太好了 走了 哎 小伙子 请问我对你的运气啊 真是眼界打开呀 不知道是否愿意去江城的拍卖会 昂同意气啊 听说这个拍卖会是天主集团的 收邀的都是有比我市的大地 没什么学 有了玄天神经 说不定真能在拍卖会简陋 到时候飞黄腾达 狠狠打脸中全的娘们 多谢前老看得起我 明年我去 周雪老婆 李洋 谁让你知道城里的 知道吗 不是咱们还没离婚 我为什么要叫你表姐 你是不是有个特殊癖 看看你自己这副德性 根本就不配交了 知道吗 知道了表姐 咱们进去吧 哎 你要往哪儿见 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这里可是千禧大酒店 今天晚上我们天广集团 要在这里举办一场拍卖会 来参加的人可都是达官权贵 我可不能带你进去给我丢人 你在外面老是待着吧 放心吧表姐 我自己能进去 小雪 这是哪来的穷酸小脚 赶紧让保安把他给轰出去了 免得被人嘲笑说 你们天广集团组织的拍卖会 什么阿猫阿狗都往进去放 他是我乡下的表弟 表弟 我那些姐妹啊 在外面包养的小事 可都是什么事 你该不会有了钱就学坏了吧 怎么可能 我就算是包养了 我也不包他这样的呀 也是 那么多公子哥你都看不上 这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 怎么能露得了你的眼 你们城里人就很洋气是吗 看不起我们这种农村人 李扬 你怎么跟他说话呢 雨昕可是我闺蜜 算了我不给你这个香巴佬计较 他们会要开始了 咱们带这个香巴佬进去吧 不用我自己能进去 好心当成驴肝肺 你进去可别说的是我 你这个表弟 该不会是弄了一个假入场卷 准备混进去吧 我不知道啊 李扬 李扬 你这个废物是怎么混进来的 闭上你的狗子 老子光明正大进来 李扬 你费吗 我知道了一定是你赌食失败 弄了双假的入场卷 想混进来捡漏是吧 华安娜 把这个混的狗赶出去 我看谁敢动 把你们的狗眼都给我张大了 拍卖会现场是我们天广集团安排 你拿着一张假的入场卷在这里捣乱 快去后面坐着去 别闹了 小雪没有哄你出去已经很给你念子 你赶紧过去坐着 别在这丢人现眼人笑 天广集团的周总居然把都所妹妹 林雨昕也请来了 看来今天的拍卖会又要上升一个高度了 我这张入场卷是真的 行了 上后面坐去 李小姐 别被这个废物扫了你的兴 我是代表红科集团来竞拍的李江龙 很荣幸见到你 我们红科集团 有好几个项目还等着您的审批 其中就包括江城博物馆项目 博物馆是江城的公益项目 项目审批人是我哥 你找我 是找错人了 那是留给钱文广钱老的位置 不是你这个废物能做的 你要是想钱老滚回你的乡下路边贪去 这不是你能来撒野的地方 我的位置就是这儿 钱老可是聚宝阁的阁足 我玩家的翘楚 就连杜首见了他老人家也要礼让三分 这个废物竟敢坐钱老的位置 还惹弄杜首妹妹 真是活得不耐烦 钱老的位置真的不是能随便坐的 快坐后面去 小雪 别搭理这个废物 等会钱老来了再收拾 都闭嘴吧 别影响我静态的心情 你这个东西竟然敢对李小姐 等会再收拾你 接下来要拍卖的这件宝物 是宋代的青花词 起拍价五百万 这件青花词音韵优美 线条勾勒的恰到好处 是不可多得的真品 没错 林小姐真是慧眼如绝 这件青花词不仅音韵优美 外形更是巧夺天空的神作 五百万不贵 五百万 一千万 李江龙不愧是背靠红客集团 一出手就是一千万 这可是宋代的青花词 也确实值一千万 一件雁品 也就三百块钱 李杨 你不是来捣乱的吧 这件青花词不仅外形绝门 更是经过聚宝阁 十位健保师 鉴定为真品 看来这十位健保大师 也就不过得了 李杨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能吹牛 聚宝阁阁主可是前文广前老 他老人家可从来没有看走眼过 你一个香巴佬竟然敢置一句吧 真是瞎了你的狗眼 李杨 你要是再敢给我辐射霸道 就赶紧给我滚出去 李杨 你要是再敢给我辐射霸道 就赶紧给我滚出去 周总 你就不应该留着这个窝囊费在这里破坏 李杨 李杨 花一千万没假货 小心回去就被开心 李杨 你赌实运气好 我就不信你来了这里 运气能继续 我就不信你一个废物能比得过劲 是 这件青花词我要定 擦亮你的狗眼看清楚 这件青花词将来起码是你三千万 没见过几次世面 就赶索去验评 你个假货 还当矿石真 也是小 一个从乡下来的臭熊酸才是那个小伙吧 一千万的青花词我说买一千万 而你 连一千块钱都要考虑半天 这就是咱们的插卷 你懂不懂 行 你说什么就是 这本来就是真品 我不懂就毕竟了 接下来是最后一件藏品 这幅画呢 剑宝哥的大师没有证实 应该是出自名家之手 起拍价三千 三千块 瞧不起我们是吧 还是说这位大师是金钱如愤怒 想找一位有缘 小雪 怎么还有一幅无名画来参展 其实是因为参赛的宝贝不够 我找人来凑数 没想到居然这么廉价 竟然是无道子的白鸟嘲讽图 李杨像这样不知名的话 我们拍下来都嫌寒颤 你不是来捡漏吗 正好可以带回去了 这幅画我还真要 李杨别激动 这幅画给我我都不要 只是你身上有三千块 不会吧 你连三千块都没有啊 林小姐不知道了 这个废物给按摩女当上门女婿 人家给她的钱全都堵实输光 现在身上穷得应当小 小雪 不管她是不是女婢 没这种人我没点 想不到你居然拿我给你的钱去堵实 真是太令我失望 小雪 你相信我 我有我自己的打算 李江龙 你以为你毁了我的正阳率域 我就没办法了吗 李江龙 你以为你毁了我的正阳率域 我就没办法了吗 那你赶紧去买啊 钱不够了 就去找周家抹女药 反正她招你入罪 就是为了倒贴 等我拿下这幅 有你后悔的事 你们都给我睁大眼睛看好了 李洋这话呀不是说越破就越值钱 而且这里边根本就没有话 怪不得只卖三千块钱 这根本就是让废纸 鼠目无双有眼无珠 李洋闹够了没有 你赶紧拿着你这个破纸出去 这个破纸 可是举世无双 你的意思是 这居宝格又看走眼了 居宝格的钱老不仅开除过帝王绿 还鉴定出 失传千年的楼兰骨气 享誉全球 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呢 羞辱他老人家 我看你是活腻 钱老马上就来了 你再这样的话 我就不管你了 小雪 你还管他干什么呀 他敢说出这样的大话 就应该好好教训他 李洋啊李洋 你不仅擅自侵占他老人家的座位 还当众羞辱他老人家的聚宝格 我看你一会怎么死 聚宝格的失误是我指出来的 那也是激励他 他们应该感谢我 好大的口气 竟敢质疑我聚宝格的鉴定结果 死废物 钱老已经来了 你敢得罪钱老 想走的话 至少留下一条腿 钱老就是这个赌石的废物 他还拿着一张破纸 遮印的聚宝格 该怎么办 钱老 你就应该好好教训一下 这个目中无人的废物 李洋 我给你入场卷 是让你来学习 长剑似的 不是让你来显摆招摇的 这件东西 聚宝格的鉴定结果 它就是一张废纸 跟你去 看来是我对你期望太高了 钱老 这就是你们聚宝格的书 此乃吴道子的传世真品 白鸟嘲讽 李洋 在钱老面前你还敢嚣张 吴道子的话如果流传之间 起码价值千万 这明明就是这张废纸 你却偏偏要说成 他是吴道子的话 吴道子的真迹 还未曾言试呢 大师都说了真迹还未现实 还不赶紧拿着你的破话 滚啊 小雪你就别管他了 就让这个废物自生自灭吧 钱老 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是传世名话 李洋啊李洋 钱老让你滚 你偏不滚 你要留在这里显 你这幅画如果是真的 青花词送给你 如果是假的 我打断你的腿 就当给巨宝哥赔碎 中大你的狗眼看好了 李洋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 你放心 马上见分析李洋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 说这幅破话是宝贝 现在怎么把它给烧了 难道是现在怂了 想毁尸灭迹了 你以为把话烧了 巨宝哥就不会放过你了吗 等着被打断双腿扔出去吧 爬出去之前 记得把纸会舔盖紧 不对 画里有东西 李洋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钱老 您再来看看这幅画 没错 这真的是吴道子大师的传世之作 白鸟嘲讽 小兄弟 你是怎么知道的 很简单 吴道子用的这张纸 叫焚龙纸 浴火才能出真品 这样才能象征着这凤凰 浴火重生 小雪 没想到你这表弟 还真有两把刷子 这焚龙纸 本来就属于千年难得一见 而焚龙纸的背后 竟然是吴大师的传世之作 唉 我们去宝阁都是庸采呀 小师傅 您才是大师啊 还是运气而已 没想到真的被你这个废物捡了 这个刷子 担心 那来 我做什么 你这种 我们做什么 我做什么 我的 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 不得盼在我 那我做烤蓝 就不得盼啊 你 李洋,我是替洪科集团买的青花词, 就算你现在有了吴道子的名话, 但是你还是得罪不起我们, 我劝你还是见好就收, 别跟我蹬鼻子上脸, 李江龙,是你自己拿青花词, 和人打赌,愿赌就得服输, 否则洪科集团在古玩界, 收乡立足, 你们聚宝哥都是一群庸才, 你还好意思说我们洪科集团, 青花词是我们洪科集团拍下的, 想要没门, 洪科集团的下属都这么言而无信, 我看洪科集团也不怎么样, 在我哥手下的那几个项目, 我看我要让他好好审查, 林小姐,你不能这样, 都怪你这个废话, 害我林家丢脸, 现在又有人让我完蛋, 你一千万买个赝品, 回去照样玩的, 你以为我稀罕你那个破屏的呀, 我就是想看看你人品怎么样, 结果也不死, 你以为你捡漏了, 我就能信你的鬼话, 想从我手里拿走, 没门, 设下手, 刚才看走了吴道子的真迹, 现在怎么可能再看走眼呢, 李扬, 今天的拍卖会, 是我天广集团的场子, 你就非要在这个时候插我的台式吗, 宋代清华词出土如新, 纹理清晰, 但是你看看这个屏, 虽然屏身无可挑剔, 乍一看像是真的, 能唬住那些健保专家, 但是这屏底, 有细微的磨碎刮痕, 很明显就是现代高坊半车, 行李的划痕, 你都发现了, 哎呀, 没想到啊, 小兄弟只看了一眼, 都胜过我们所有的专家, 惭愧, 惭愧啊, 钱老, 什么意思啊, 这, 这清华词是假的, 哎, 钱老, 我是看在聚宝格的面子上, 才花一千万买的这清华词, 你现在跟我说是假的, 害我们红客集团损失了一千万, 必须赔钱给我, 否则, 我就去曝光你, 不管这清华词真假, 现在已经是我,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不管, 你们必须赔钱给我, 不然我就拿着假货, 去逗你们去, 没想到你们红客集团, 这么输不起啊, 妈, 这个筒子啊, 是聚宝格看走了人, 这一千万, 我们出, 这还差不多, 这一千万, 全当买个教训了, 小兄弟, 你还要吗, 这一千万的确是买个教训, 钱老, 但不是您, 而是你, 什么意思啊, 看好了, 哎, 哎呀, 哎呀, 这个瓶子是假的, 但是里面的传世玉玺是真的, 只可惜你太不识过, 错失了两次机会, 你, 你给我, 哎, 这可不是你的, 钱老, 你买了这个清华四瓶, 这里面的传世玉玺, 就应该是你们聚宝格的, 这, 是, 你说什么, 这个传世玉玺可是前年难得一见的真品啊, 价值过亿啊, 你, 你给我们聚宝格了, 装枪作势, 你见过送出一个亿的装枪作势吗, 小师傅, 我们聚宝格, 对对给传世玉玺只做研究, 他的主人呢, 还是你, 只要你需要, 随时来取, 李洋, 没想到你运气居然这么好, 现在知道做老婆不愧了吧, 你少来, 不过是三包碰见死耗子吧, 这块玉玺, 可以作为我们聚宝格的镇馆之宝了, 竟然拿一个土包子鉴定的, 汪玉玺当镇馆之宝, 巨宝格的招牌都被你砸烂了, 你就这款传世玉玺, 什么都研究不出来, 你, 你, 哎, 钱, 钱, 钱了, 钱了, 快送医院了, 现在送医院已经来不及了, 李洋, 杨老,你就这样了, 你这是在干什么, 钱老的身份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阻止送医院, 不然钱老有什么闪失, 你几万次都不够啊, 真以为一件丁两件鼓丸, 就把自己当大佬了, 竟敢对钱老动手动脚, 真是越装越像, 钱老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看他就是记恨钱老, 故意拖延时间, 想把钱老害死, 李洋,你就别添乱了, 钱老这是集合工心, 我这是在帮他, 李洋你简陋是你运气好, 可是现在事关钱老性命, 你给我老实点啊, 钱老好像醒了, 他到底是什么人, 小师傅,谢谢你, 你又救了我性命啊, 举手之老, 钱老,你真的没事了, 好了,那这边的事情, 你请处理门了, 那我们走吧, 看,李洋, 你这幅画多少钱, 我买了, 雨溪,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哥开博物馆, 我来这里呢, 也是想买几件藏品, 这块我不卖, 李洋, 都舍的博物馆, 那可是公益, 你给你自己, 积点赢得吧, 我怎么没积赢得了, 我说了不卖, 没说不送了, 又送, 你刚才都已经送出去, 一件传世玉洗了, 既然是公益博物馆, 那我狮子大开口不好吧, 反正这玩意留在我那儿, 也是废纸一张, 留给你做公益, 也是一件好事, 不用客气, 我爸给我找的老公, 到底是什么来头, 我这个人呢, 不喜欢欠人情, 这张卡里, 有五百万, 就当是每年的租金, 等你需要这幅画的时候, 也可以随时拿走, 这个, 给你就拿着, 没钱别硬撞,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小雪, 那我先走了, 人家可是渡手的妹妹, 你这个香巴佬就别想了, 这辈子你都配不上, 没有, 我就是看你朋友还挺仗义的, 怎么了老婆, 吃醋了, 吃醋, 你以为你捡个两件骨丸, 治好了前老的婚厥, 我就承认你是我老公了, 想当我的男人, 那起码得是, 博弈胜手级别的, 博弈胜手, 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你闭嘴, 香城北十年才举办一次要王比赛, 只有夺得了要王比赛的头城, 才能成为国一胜手, 那可是至刚无上的荣耀, 我可不允许你去侮辱这种荣耀, 夺得要王就能成为你男人呀, 那我得试试, 据我所知, 下一届要王比赛就在七天以后,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能行的话, 那你就去试试吧, 要是你真的能成为国一胜手, 那你对我做什么都行, 嗨, 不就是成为要王吗, 小问题吧, 哼, 就你, 我可还是算了吧, 不过看在你治好了前老的份上, 我可以安排你去我千广集团旗下的佑康音乐任职, 最起码先把你自己养活了, 省得一天到晚就知道甩饭, 行, 走吧, 是宋院长吗,不是来报道的, 一阳是吧,虽然你是周总亲自介绍, 但是我看你学历不高啊, 先去找护士长,报道,当于民男护士, 护士, 也行, 一个没有自治院校出来的职高生 要不是看在周总的份上 你连当护士的资格都没有 哟 刘总啊 您没在病床休息 来我这干什么呀 快坐 坐就没必要了 我就是想知道 我在这住了这么长时间 你们连一个诊断报告都没有 你们医院要是不行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现在就撤资 哎 刘总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够了 你不要老用话来误我了 我看你们根本就是没有把我这个董事 放在心上 我倒是可以给你个诊断 李扬 刘总的病 专家都没有得出结论 你能知道什么 宋院长 你们医院 就找这么一个黄口小儿 来糊弄我吗 不是的 李扬 你捣乱 赶紧出去 你是不是 每天早上十点准时发病 腹痛难忍对不对 你一个刚来的小护士 胡说八道什么呀 慢着 你说他是刚来的 刘总 他是周雪的表弟 今天第一天来上班 不懂事 我这就让他去护理部啊 今天第一天来上班的小护士 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病症 这样的小神医 你们竟安排他去护理部 刘总 您是不是搞错了 他就是乡下来的土包子 怎么可能是神医啊 这个小神医 说的症状和我的一模一样 你的意思是说 我对自己的身体都不知道吗 刘总 我不是这个意思 哎呀 你就别卖官司了 你到底知不知道刘总什么病啊 寄生疼病 不可能 刘总体内如果有寄生虫的话 我们不可能检查不出来 你刚才是蒙对的吧 刘总 我们不该相信他 还是让他出去吧 既然不相信我 那我告辞就是 只是苦了刘总 你不仅仅只是每天早上发病 就连深夜凌晨 也疼痛难忍 神医 小神医说的千真万确啊 你现在赶他走 你诚心是想害死我 刘总 您给我一百个打 我也不死 只是他就是一个 没有自治愿要出来的直高生 哪有资格给您治愿啊 宋院长是名校毕业 怎么连刘总的病症都不知道 宋院长既然赶我走 那我走就是 哎你还留着干什么 还不快给小神医道歉 呃对不起 是我有眼无珠 还请神医出手 你要回吹 宋院长都说了 那自然是没问题 李洋 你拿我杯子干什么 刘总 请等我三分钟 好 小神医 我喝了这个就能治愈了吗 当然可以 你这从哪弄来的 刘总可是天广集团最大的股 要是有我好歹 你还有周雪就死定了 马上就十点了 不相信的话 可以验证一下 好吧 刘总您感觉怎么样呢 你这药如果没有效果啊 我保证让你在医院待不下去 还有一分钟 你提什么呀 哈哈 刘总你怎么了刘总 你给刘总磕的什么呀 快来人把两列废物抓起来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我没事 小神医彻底治好了我的丸机 今天终于让我看到了小神医的厉害 小神医 你想要什么 你就开口 只要我刘某人能做到的定将如数奉上 我学医的时候师傅说了治病救人乃医者的本分 我瞧您一脸正气 诊费我就不要了 我一会儿呢 还得去护士长那报到呢 这么优秀的人才 青年采俊 你让他去做护士 我看他完全可以做一个科室主任 刘总您说的对 可是他不是什么医学里高等院校出来的 也没有医师资格证书啊 特殊人才特殊处理 不要思想守旧 拘泥于形式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如果不行的话 撤资 刘总 我现在就下达任务 李扬 你现在就是中医科的主任了 谢谢院长 刘总慢走啊 哈哈哈哈 这给刘总喝的什么呀 姐姐走啊 请问中医科 谁是你姐姐 不是妹妹 请问中医科怎么走 自己不会开牌子吗 我和你很熟吗 不姐姐命定头乱气 哎我只是问个录你什么态度啊 哎我只是问个录你什么态度啊 我看问录是假 想搭讪我才是真的吧 你这要的我没兴趣 起开 念在本主任第一天上班 跟你又是同事 我不跟你几下 同事还主任 就你啊 念也不那一时啊 赶紧回家啊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那副德行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我怎么就不能是主任了 没完了是吧 非要撩我是不是 好 哎 大家都过来看一看 这里有个人啊 为了泡妞撩妹 脸都不要了 自称是我们音乐的主任 大家说可笑而不可笑 哈哈哈哈 这小护士人长的还是不做的 可是吧 这吹牛的习惯就有点不好了吧 主任呢还 什么主任 吹牛协会的主任吗 哥们你也太逗了 哪有这样的主任啊 要是我 我就说自己是富二代 从你主任真实现了 我们医院那可是江城最大的综合类医院 我这个小护士也不是你这种小边三能高攀的棋子 就你这样的小边三 还敢忘下打粉姑娘的主意 真是白日做梦 赶紧你本姑娘远点 谢到你我就恶心 哎 哈哈哈哈 小刀 怎么回事 院长 你来的正好 这有个小边三撩我 我可是也此拒绝的 不错 有进步啊 那个小边三在哪呢 哟 李主任也在呀 你看到那个小边三了吗 那个小边三就是我 哈哈哈哈 李主任说什么呢 你怎么可能是小边三啊 什么 他 他真的是李主任 刚才我向这位小护士问路 他就一顿卖太悟 还说我非理他 什么 小刀 你公开侮辱李主任 你不想干了 快跟主任道歉 啊 李主任 我知道错了 我刚毕业来医院上班 这才不到一个月就被开除的话 你还不如让我去死 别过来 别过来 我不能离你口头太近 会让你恶心的 李主任 您这说的哪里话吗 能力拎进一些 那是我的荣幸 是我又也不是泰山 不是真人 李主任 李哥哥 求求你原谅我吗 别摇了 摇得我都晕了 看看你刚毕业的时候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李主任 想不为力 知道了 谢谢苏院长 谢谢李主任 不就是一个主任吗 有什么了解的 小高 你说什么呢 这个李主任呢 用不了多久 就会成为我们业内的香伯伯 到时候不知道有多少家医院想方设法来挖墙脚呢 院长 你看他那副吊儿唠叨的样子 怎么可能会成为香伯伯吗 不可能 以后你就跟着李主任吧 只要你能拴住他的心 将来当个院长夫人 应该没问题 真的 我的话你信不过呀 进 李主任 宋院长让我好好避合你的工作 既然是宋院长让你过来的 那你就留下吧 李主任 我刚刚不小心得罪了你 你以后会给我穿小鞋 工作中刻意为难我 处处针对我之类的 那可不好说 我这个人怕还是有点小气 不过还是要看你表现都 那什么 去把门关一下 果然不是好人 不过竟然看上我了 那未来的院长夫人我是当定了 这个小主任 给他点点头 保准拜倒在我的护士区下 李主任啊 这门我已经关好了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 你想干什么都行 你什么情况 男女受和不亲你不知道吗 果然啊 你讨厌死了 你不就是想占我便宜吗 那我告诉你啊 我只能让你亲一次 除了你想都不要想 那我和领导环解谋盾 我也是有底线的嘛 你可别胡来啊 其实这样也没关系啊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那你先是暗示我好好表现 然后又让我去关门 我就是想干这些 哎 哎呀 屎阳 我是让你来上班的 不是让你来欺负小故事的 哎小高 这位是周总 李主任的表姐 周总 我和李主任没什么啊 是我刚不小心倒查的时候摔倒的 摔倒倒到身上去了 这都是误会 你别进去 孙院长 我听你刚才叫李阳李主任 是的 这可不太好 李阳虽然是我表弟 但是以他的实力 最多可以当一个小护士 周总 这您可就冤枉我了 我就是有一个心也没这个胆啊 这都是咱们医院最大的股东 刘总的意思 我倒是听说 咱们医院有一位小神医许文 是国医圣守徐老的孙子 他十岁开始坐舱 十二岁给人准病 数十年来治好了太多的疑难杂症 最近呢 又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那才叫做一表人才 刘总是不是弄错了 周总 这个许一生啊 的确厉害 但是李主任 是我今天咱们亲自陪着 治好了刘总的病 现在信了吧 周总 这个人才啊 这么多人 听说医院又来了一位人才 我来看看怎么样 许一生 这位就是咱们中医科的主任 李阳李主任 今天刚上任的 这么年轻啊 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主任 想必医术很不凡呀 正好 我科室来了一位找不到病因的人 能不能劳烦您去看看 没问题 还真是什么活都敢接啊 李阳 自己的水平你心里没点数吗 看病可不是拍卖会 关系到人命的事情 你别给我逞强啊 周总 既然他都答应了 那就一起去看看吧 忽然别人还真的以为 他是走后门进来当上主任的 我那个衣服湿了 我去换一下 带路 怎么样啊 徐医生 你终于来了 患者刚刚昏过去了 看 你快别设置 快 给李主任介绍接着患者情况 让他看看 患者云少华 32岁女性 早上肤痛来医院 目前已经两个月没来立假了 安排做了妇科检查 提示一切正常 可刚刚忽然疼的昏过去了 行不行啊 不行 别逞强 有些人医术不行就赶紧离开啊 别当我治疗 过早 患者只是怀孕 李主任 我的大主任 你是个白痴吗 刚刚都检查过了 都说了没有怀孕 李洋 真不该把你安排在医院工作 你这个人除了宿软饭 只知道给我惹事 我说的是真的 现在当务之急 是治疗病 而不是借着患者 在这抬高你自己 你还真是疑着人心啊 但是患者根本就没有怀孕 你却在这里吹牛乱说 不就是你的装逼吗 喂 是的 徐医生 患者补充做的常规检查 结果出来了 血液分析发现 确实有乙孕的迹象 真怀孕了 看一眼就知道怀孕了 这不可能啊 超声部检查报告显示没有怀孕啊 我明白了 一定是他们检查错了 才当我误诊 这还真不能责怪超声科的同事 是患者的胚胎 并非长在正常的部位 而是肝脏部位的功望运 没错 早上的CT扫描发现 肝脏有微小的肿块 周围有少量的基液 应该就是胚胎 李主任 你可真是神医啊 有你作诊中医科 中医科的崛起 值日可待啊 既然都知道病根了 快给病人看病吧 等一下 肝脏胚胎的摘除手术 很容易引起大出血啊 能做这个手术的 只有去国外深造过的 许医生能做 没错 这种手术啊 只有我才活过 多谢李主任找到了病根 但是要做手术的话 你这个中医 怕是要靠边站了 手术并非是西医的专利 早在华佗时期 就有过关于 中医手术的记载 再说了 手术并非是首选 我的针灸足矣 你这个半条子中医 能有什么本事啊 宋院长 这病人药水出了什么差错 你我都担待自己 你急了 知道你厉害了 但是这个手术 需要跟专业的人来做 你还是算了吧 周总 你可能不太清楚 这位患者的病症啊 针灸也是可以的 但是需要 失传已久的骨针法 你烧山火了 李主任 你还年轻 可能 宋院长 别给这个半条子留情面了 烧山火针法 连我爷爷都不会 这个这个 真什么都敢这样 今天我还真想要专制一下 各种不服的人 拿针来 哎 患者错误的胚胎已经摘除了 一会就会醒 他要是能醒来的话 我现在就去知识 患者睁眼了好像真的醒了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个废物就用破针扎了两下 怎么可能治好病人 是我院的中医科主任李阳李主任出手的 真不愧是和和永远的医院 连年轻医生 都如此优秀 多谢李医生救命之恩 我是全员地上的董事长 林绍华 今后有需要我的地方 一定想到 治病救人是应该的 来 快去带云总做个全面检查 前缘集团 可是全国属一属二的大集团 连天广集团都远远不及 你这下 可算是抱得到大腿了 我才不想 只是刚才听你说 只要云总醒过来 你就吃什么来着 你不要太过分啊 说话不算 小人行径 别让我瞧不起你啊 你够了李阳 许医生出身医药是假 就失误一次算不了什么 你别得自己职啊 赶紧完成好你自己的工作 再来这里抽象 哎 怎么了 看见云总对我那么好 你生气了 生气 李阳 麻烦你搞清楚 你只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而我可是天管团团的副总 是我给你机会当上的医院主任 你才不至于沦落到被我耍了以后 饿死街头的地步 李阳 你该不会 是天管团团的副总 你只喜欢上我了 怎么可能 没有最好 我早就告诉过你 想要成为我周雪的男人 不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医院主任 最起码 也得是国一胜手那样的地位 国一胜手 许文的爷爷 你口儿还挺臭 那也比你这个废物强 对了 你是不是忘了 自己要参加江城要王大赛了 是谁说的 要成为国一胜手 让我折服的 我当然记得了 那还得谢谢你帮我指路 让我去参加比赛 成为药王 做你的男人 你这种乡下来的土包子 就算去参加 你也成不了国一胜手 小心自己被打脸 妈 杨杨 来跟我说一声啊 我能去接你 发生什么事呢 杨杨 你给妈打了五百万 妈这心里不踏实 你老实说 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你放心妈 这钱是我自己挣的 你一下子能挣那么多钱 是不是投你老婆的 他们周嘉已经帮了我们很多了 赶紧把钱给人家还回去啊 你放心 这钱真是我自己挣的 而且周璇 还帮我在医院找了一个工作 我现在可是主任了呢 你不信啊 那我去找周璇 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好 妈姓妈姓啊 可是这么多钱妈也用不了了 要不这样吧 妈去酒店 定义中 正好你表哥也在江城 请他们吃顿饭 让他们对你有个照应 那就不用了 都是因为李静 都是因为她才害死了我爸 不行 你一个人在这里 妈不放心 明天下午 把周璇也带上 好 老婆 刚才你也听到了 我妈呀 明天下午请亲戚们吃饭 到时候你也一起去 自己去 这小妮真是欠收拾 早晚有一天 我会挖掉你的裤子 好好管教管教 来了 大嫂 李洋结婚那天呢 我没到场 今天呢 跟江龙过来 恭贺李洋 新婚大喜 谢谢 谢谢 真没想到啊 李洋一个绩效毕业的二溜子 居然还能结婚取到了 喝 爸 人家现在李洋可不是二溜子 现在都学会堵石捡漏赚钱了 可比他爹有出息多 随便玩玩也 小杨啊 你这么有门家江龙有出息 能在大城市上班 我劝你啊 还是老老实实学没手艺 要是还学你爸那些没用的 大时候 也会把你妈给逼死的 不会的 我摸眼 不会的 不会 你老公堵石说个倾家荡产 跳海自杀 刚好 就是给你儿子做个反命教材 否则的话 会跟他爸一个德性 把我们老李家的脸全都丢尽 爸 李洋呢 都去周家当上门女婿 能有什么出息啊 就算有出息 那也是姓周的有出息 够了 今天是我的喜 想找啥的给我出去 正是因为是你的喜 我这个当哥哥的 他好心提醒提醒 哎 还生气了 一点格局都没有 来来来 大家都入座吧 入座吧啊 来 龙哥 你名牌大学毕业以后 就留在城里工作 真是前途无量啊 也还好吧 在红阁集团当个小领导 能在城里买房买车 不用去当上门女 听说红队集团 可是城里数一数二的 能在这种地方当个小领导 真是不简单的 听说龙哥在城里交了个女朋友 真是了不得呀 我女朋友一会就来 这些年呢在城里打拼也很 不像李洋 直接嫁去周家 吃香喝辣整日小夫 你就想说我是倒插门的吗 既然知道自己是做倒插门的 那你嫁过去之后 不能偷懒啊 要多学学做家务 洗洗衣服 做个换啥的 没错 你可是咱们李家 第一个嫁出去的男丁 虽然他老婆是个按摩女 但是呢 不能给人家找麻烦 到时候被撵出来了 撤的是我们李家的钱 都怪妈没本事 让你跟着妈丢人了 你现在说这些有啥用 反正李洋这条件 能当个倒插门 就是烧高香了 这话传说句 可能不好听 但这不至于饿死了 我蒙洋呀 不是没本事 他已经赚了五百万孝敬我 他以后一定会有出息的 五百万 那可是够在江城买房买车了 这五百万怎么赚来的 我可清楚 不就是偷摸溜进拍卖会 虾猫碰见死耗子 简陋 我们家江龙一年赚一千万 我都没说啥 你这简陋赚了五百万 别好意思在我面前写 听说李洋嫁进周家的时候 连架头都不 这五百万你也好意思收啊 赶紧还给李洋吧 免得在周家活的没有底气 这个不用你们操心 我老婆可听话着呢 也对 听说周雪啊是按摩店的小情 本来就嫁不出去 你一个大小伙子愿意当接班侠接手 他自然听话了 再说一遍 李洋 你激动什么呀 本来按摩店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工作 你说你当到插门也就算了 还嫁给一个看这种活的人 你丢不丢人呢你啊 哎妈 一个没出息的二溜子 一个按摩女 还真是绝配呀 哈哈哈 谁也不用嫌弃谁 肯定能把日子过好 给我闭嘴 我老婆做什么 你们没资格评论 这里面是不是有误会 你让小雪来一趟 给亲客们解释解释 妈 小雪工作有点忙 今天恐怕 该不会是忙的杰克 李洋啊 我劝你 还是让他从阳 别干按摩店的活的 这戴绿帽子的事小 可万一出了什么意外 怀了孕 连这个孩子是不是你的都不知道 丢不丢人哪 都给我听好了 村里人嫉妒我老婆赚钱厉害 才造了他干不正经的工作 我老婆 那可是大公司的女高管 那妥妥的白富美女强人 那今天 今天是公司有事才来不了 依我看呢 他就是干那种工作的 不敢来吧 我知道 你耗面子 不敢承认 丢人哪 真是给我们李家人丢脸 够了 我今天请你们来 不是让你们来说再道次的 我们呢作为亲戚 也是关心李洋嘛 她嫁到周家 新媳妇还是个按摩呢 真是窝囊又丢人啊 我已经说过了 我老婆是女高管 你再敢胡说就我滚出去 就这破酒店 早知道是这样 我们还不来了呢 爸 她不是说她媳妇是公司女高管吗 那就等她忙完了 让咱们见识见识呗 好啊 芽芽 你去看看小雪 她忙完了没有 让她过来一趟 妈 小雪今天工作真的有点忙 忙 有没有一种可能 人家一个按摩店的小姐 都看不上你这个花五万块钱 买回来的上门女婿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老婆 你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这位啊 是我的女朋友 贺雨 在天广集团上班 明年啊 我们就打算结婚了 江龙 你堂弟的婚宴 就摆在这种地方 这位就是你倒插门的堂弟吧 是哪个女的寄不择食 招她当上门女婿啊 不知道啊 听她说 还是哪个大公司的女高管呢 我帮你先坐 其实啊 就是按摩店一打工呢 她面上挂不住 非要说是女高管 你说什么 她老婆在按摩店工作 小心有病啊 你可别说了 就凭你 身材长相还是工作 拿什么跟我老婆 你一副穷酸样 还能找条件比我好的当老子 也不怕寒碳 好吧 不要跟这个死废物生气 她就是一枚见过世面的相伴老子 是 是啊 我嫉妒你倒插门 娶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媳妇 不过想想也是 周雪若是没有几分姿色 哪来那么多客人专天养她呀 就凭你们别配羞辱我老公 周雪自然是你 周总 你是不是走错包厢了 这个人是大脑拍卖会那个废物 他就是我老公 不好意思啊老公 我来晚了 今天什么日子啊 还敢来这么晚 是不是欠收拾 你可以拿小雪试试 小雪 谢谢你能来啊 这边素 谢谢妈 青铜们还在呢 熟练一点 没想到李杨的新媳妇这么漂亮 李杨家祖长真是烧了高香 才能娶到你这么漂亮的老婆 是啊 如果我能娶到这样的老婆 别说吃软饭了 就算贵甜我也乐意啊 看看你们这帮没见过世面的香巴佬 人长得漂亮有什么用 还不是千人睡万人骑的公交车 人越漂亮 客人不就越多吗 还是技术好 把李杨伺候舒服了 还是李杨心甘情愿的戴绿帽子啊 一个为老不尊的东西 一把年纪了 思想还这么龌龊 老婆 不用生气 她们就是嫉妒啊 娶了你这么好的女人 爸 她是天管集团的副经理周雪 你别乱说话 那个女的竟然是天管集团的副经理 比你还厉害 还有这么年轻的副经理 肯定是假的 是真的 我之前在拍卖会上见过她 但是不知道是这个废物的老婆 李江龙 我老公在拍卖会上放你 没想到你不仅不知道感恩 还在这里骂她是废物 后来你们红歌集团 是不想跟我们天管集团合作了 没有 我不知道你是我老弟的 没想到 小雪这么厉害 妈 我就说没骗你 周雪厉害什么 厉害什么 我就是睡了千管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才爬上副总的位置 原来为了上位甘愿被潜规则 这和按摩女有什么不同 一个被包养的女人去招上门女婿 被女金主爸爸知道了 会做何感想啊 闭上你的狗子 贺雨 我这个职位是凭我日夜加班 努力完成项目换来的 只有你这种喜欢勾心斗角的人 才会整天想着怎么靠上床去升职 你这个贱女 竟然敢打我 你走 李家老 就这么看着我被别人欺负吗 谁让你嘴见 我该来打 你们给我等着 贺雨 之前在拍卖会上他俩装不认识 我现在严重怀疑这个废物 根本就不是简陋 是周雪 赖你直选 帮这个废物中保四脑 我也怀疑我老公的简陋能力 不过那也是要运气好 你刚才得得造谣 说我中保四脑可都听见了 大家也都听着呢 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来 我就要告你诽谤 好了小雪 今天高兴 江龙又是杨阳的表哥 你装什么好人 什么好日子 不过就是一个倒插门的洗酒 我喝了都反味 对 他们俩就恶心的 连口水都喝不下去 妈 这群人就是不知好歹 你们可以滚了 你好好吃你的软饭吧 至于你们两个 在拍卖会上一唱一课 把文物据为己有的证据 我身上会找到 随便 慢走不送 我们走 小雪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能来 妈 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 对啊妈 不用客气 杨阳 小雪要模样有模样 要能力有能力 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要好好珍惜知道吗 好 来 这张卡你拿着 妈妈回家也用不着 妈 这就是我孝敬您的 好 我们的杨阳越来越懂事了 小雪 你和杨阳要好好的 他妈妈走了 嗯 今天 特别感谢你过来帮我结尾 谢什么谢呀 我不过是不想看见你妈一把年纪了 还要被亲戚们数落 再说了 那群人连我一起侮辱 是该好好教训教训 今天 特别感谢你过来帮我结尾 谢什么谢呀 我不过是不想看见你妈一把年纪了 还要被亲戚们数落 再说了 那群人连我一起屋子 是该好好教训教训她 什么你妈我妈的 太见外了 等我七天之后 参加要王比赛 成为国一胜手 我妈也就是你妈 丽阳 你别太自负了 先不说别的 就是上任国一胜手的孙子许文 你都比不上 况且就算你真的成为了国一胜手 你也只是有了追求我的资格 想要真正成为我的男人 你要经过的考验 还多着呢 还要 还要考验啊 雨昕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有了你的小表弟 就不欢迎我了 怎么会 来的就是时候 快 你们坐 小雪 我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老想那种事 何正 你就想男人了呗 就你这种身材 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啊 我也不知道 我就觉得很奇怪 每隔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候 我就会想 有时候忍不住的时候 就会自己 我感觉我整个身体都快要垮掉了 腿都是软的 你说 我是不是中邪了呀 中邪 不太可能吧 你是不是看了一些不健康的书籍或者 怎么可能 我从来没有看过 这不对啊 重邪太过于虚无 我怀疑 你是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 应该 趁早去医院看看 哎呀 我这种病 怎么好意思去医院看啊 那怎么办啊 在拍卖会的时候 你那个小表弟 随便一弄就把钱了 我被苹老爷弄醒了 要不 让他帮我看看 他那只不过是运气好 可是我这个病 去医院看 也太不好意思了吧 李杨 你过来一下 诶 雨昔有点不舒服 你帮她看看吧 这么相信我的医处 少废话 赶紧过来 我警告你啊 你别愣了 别趁机占我便宜 我对你没兴趣 把手臂伸过来 你这种情况呀 得需要摸骨 摸骨 你还会摸骨 你要是敢落来的话 我就让小雪 废了你的命根子 你放心 我是专业的 怎么样啊到底 还得再摸会儿 我失不得了绝症 快要死了 我失不得绝症了 快要死了 快要死了 只是一点小毛病 我还是有办法的意思 我 我去上个厕所 李恩 你说实话 到底怎么样啊 能治就赶紧治 可不能让她这样 自甘堕落了 我的意思是 总上厕所不好 林雨昕 这是被人下了桃花沙 如果不被破解 只需要十天 她就会殷虚而亡 相消欲语 十天 那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呀 她碰到我 算她幸运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你可要实话跟我说 哎呀什么问题 我肯定说实话呀 你还说 我是不是姑娘跟你有关系吗 再说了 雨昕现在等着治病呢 你在这里问我这个好吗 不是那个意思 这林雨昕 治她这个桃花沙 得需要特殊的药养 需要姑娘的毛发 我的毛发倒是可以用 但你要是治不好雨昔的话 你就死定了 那真是太好了 好什么好 再好也轮不到你 你要是治不好雨昔 那你就给我等着 你要是治不好雨昔 不是头发是需要 我看你就是色心大发 想要占便宜 你是不是有病啊 所以这么阴暗 跟你说了耀眼 那你要不愿意 那你就让林雨昔倒死 你 小雪 这还能不能治好我的病啊 你这还能不能治好我个病啊 你这还能不能治好我个病啊 实在不行 就真的只能去医院看啊 好好好 雨昔 我先等一下 李洋 你跟我过来 怎么样 要不要救你 你要是治不好雨昔 我就废了你 这 这药能喝吗 当然 喝了病就好 那你喝一口 哎 这药也很珍贵 她倒是想喝 但她不配 啊对对对 我不配 况且 我也没有你这上厕所的病 雨昔你怎么样了 小雪 我好难受啊 雨昔你怎么了 你这破药到底行不行啊 她在排毒 三分钟就好了 小雪 还不行 我好热啊 小雪我好热啊 小雪我好热啊 李洋 这就是你说的排毒是吗 我看你这是个用意 想要害死雨昔 看什么看啊 还不赶紧滚房间里去 哎 真是好人难当啊 哎 就你还是好人啊 你怎么样了 李洋他人呢 那个废物被我赶回房间了呀 小雪 我刚才是很难受 不过我现在 没有想上厕所的感觉了 小表弟 谢谢你啊 真的吗 你真的全都好了 对啊 我感觉 有一股暖流 遍布我的全身 真的是太爽了 我今天算是找对人了 你那个小表弟啊 真的是太厉害了 没想到 你还是有点本事 今天这事 谢谢你啊 现在相信了 好了 谢谢你啊 我也该走了 今天晚上 你帮我 好好报答报答他 雨昔 你想什么呢 他是我爸 给我找的老公 我可从来没让他碰过我 那伯父的眼光 还挺好的嘛 你就从了这个小声音吧 别再想那个男人啊 哎呀雨昕 你怎么病刚好 我当起媒婆来了 哎你快走吧 你快走 走了 李扬 你明天陪我出去一趟 嗯好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过两天我妈过生日 我想带你来挑选一样礼物 去给她拜寿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就算了 丈母娘过生日 我当然愿意了 你闭嘴 你闭嘴 周小姐 看来我们是真的有缘分 朱鸿刚我跟你能有什么缘分 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清楚了 还请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 你猜 周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表哥 好歹也是你妹夫 咱们两个也可以亲上加亲 走 现在跟我去看个房间 让哥好好跟你聊聊 臭牛妈 臭牛妈 臭娘妈 你怎么跟我们老大说话呢 是不是想找死 我老大看上你 是你一个父亲 别给脸不要脸啊 东小姐 我的忍耐可是有限的 我劝你 现在还是乖乖的跟我走 否则 你惹怒了我这帮兄弟们 到时候可就不是伺候我一个人了 哈哈哈哈 闭上你的狗嘴 从这里 哪儿他们来的废物 这么和我说话 朱红刚 我劝你最好不要找事 赶紧滚 我今天还去我找事 你能怎么着吗 在这个地下上 还没人敢和我作对 行了 不管是吧 李洋别冲动 你不是他的对手 原来这臭娘们早就有主 怪不得成年队友不理不睬的 你真的认为这小子能保护我 你怎么就知道我保护不了了 我怎么保护 是不是下跪求饶 求我放他一马 哈哈哈哈 跪赶紧跪 说不定我们老大心一软 真把你给放了 我们老大看上你的女人 那是他的父亲 赶紧跪下客头 从这里给我滚出去 是 这明明就是一个废物 乖乖乖的现在跟我走 把我伺候舒服了 你才有好日子过过 你知道吗 找死 不 哎 死费 竟然敢打我 真是找死 再不回 就不是一脚这么近 你知不知道这里的地盘 都是我们的 对我们老大动手 找死 现在就是跪下道歉 也得断条 给我断条腿 否则收脚离开 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你是自费双腿 还是要我这帮兄弟帮你 就凭你 死废物 少在老子面前扯英语 老子今天就是要玩你的女人 然后 再弄你 兄弟们 给我上 干死他 一群废物 李扬 他们人多 你别人来 老美人 这个废物今天是跑不掉了 你放心 我会让兄弟们留他一条狗面 看着我 是怎么玩的 你无耻 走 老婆 这些个小虾面 我还是能应付 一 呀 一 这个时候还敢这么狂 给我干死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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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敢弄我吗 兄弟兄弟都是我有眼无珠 您呢是大英雄真好汉 我求你放了 你倒是变得挺快 就想这么蒙混过关 兄弟我跟你说 我这小身份也经不住你咋呀 什么想办 我有心脏病 我今天就不揍你了 你帮我把我老婆周雪的鞋舔干净就行 兄弟我不要面子的 谁让你舔鞋啊 滚兄弟 你呢 让你舔鞋已经便宜你了啊 把那些地上装死的给我带走滚 是是是是 起来起来起走 谢谢你啊 老婆啊不 这是表姐第一次夸我呢 你少贫嘴 赶紧给我去商场买东西 然后去我妈呢 好 哎呀 死了啊 老大我们怎么办 那你还要问吗 我让他乱告 去查一下这小子的地心 我去找表哥 帮我们报仇 这件青花子五十多万 我都跟你说了让你不要付钱 你还是把钱给付了 一会我把钱转给你吧 就当做是我买的 这么大方吗 是不是喜欢我 我再提醒你一次啊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一会他们来了可不要乱打招呼 妈能叫爸可千万不能叫 知道 只有你亲爹那个老东西啊 我再提醒你一次啊 老人家才是我亲爸 雪雪来了啊 快坐快坐 这位是小羊吧 小伙子长得蛮帅吗 谢谢叔叔 啊啊 叔叔好啊阿姨好好 我不是跟你说让你叫妈妈 怎么又阿姨上了 第一次见丈母娘有点紧张 雪啊 这就是你爸给你选的上门女婿啊 跟人都不懂叫 纯粹是个傻子吧 太让我失望了 哎 小羊今天第一天来 难免有些紧张 都是自家人 不用太讲究 你在城里找工作了吗 看你的德性啊 也不会有工作 我现在给你安排 到我们酒店去做保 妈 我有工作了 保安就不用了 怎么 你还嫌弃保安呢 保安 起码一个月有几千块呀 难不成 你让小雪一直养着你 妈 她真的有工作 她在又康医院认职科室主任呢 这毛都没有几根的小子 她在医院认科室主任 她要是科室主任 我 就是国医胜手 巧了妈 我正准备参加药王大赛 夺得药王 成为国医胜手 你能不能别装了 妈 她真的是医院主任 而且她也的确要参加下一季的药王比赛 你妈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这个意思 她还在这装医院的主任 还要去参加药王比赛 那不够丢人的 终于知道周雪像谁了 跟她妈一模一样 我还真要夺个药王回来 打脸你们 未来的国医胜手 怎么不说话呢 妈 你就别喊穿她了 雪啊 我就是瞧不上那个人给你选的女婿 我呀 这又出这口恶气 丁儿 你丁叔叔啊 最近去医院点查了 你要是能看出她身体哪里不舒服 我这个做战母 向你道歉 好了好了 孩子们是过来给你助寿的 你总难为孩子们干啥呀 呀 叔叔这个身体啊 毛病可真不少 有高血压 糖尿病 脊椎病 脂肪肝 肾结石 胃炎 前列腺增生 还有很 张口就来呀 这也算神医 孙雅 你刚才说的 跟我前两天的检查报告 一模一样 真是神了 雪雪 你找的这个老公 真不错 真的 该不会是你去他们医院做的体检吧 她看了你的病例报告 肯定不是又康医院 这小子啊 真的有两把刷子 行了 你也别在那险来了 雪呀 给她倒茶 妈 我刚才太激动了 你别介意了 医生这个职业啊 不错 你呀 好好干 别拖累小雪就行 小杨 等有时间啊 你也给我开个方子 治治我这一身的毛病 爸 您的身体要紧 不要被一些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随便忽悠 焦焦你来了 咱们虽然是一个妈 但不是一个爸 不用叫的了不起 呦 姐 还挺早啊 还挺啊 你是不是看上你这姐姐了 要不然咱们两个离婚 你跟他过去吧 照照 你姐夫还在这 别开玩笑 什么姐夫 只不过是农村来的一个小屌丝爸 刚才还把海平的表弟给打 也就只有周雪这种的才会要这样的 不嫌脏 你不嫌我 原来朱鸿刚是你表弟啊 回去告诉他 再敢纠缠我老婆 我打断他的狗腿 妈你看他 他现在还这么嚣张 朱鸿刚是个什么货色 我心里清楚的很 打得好 哎呀妈你怎么这么偏心啊 娇娇 你如果是来给你妈祝寿的 你就坐着 如果不是 那就走吧 爸妈您消消气 今天啊 我们是特意来给您过寿的啊 这是我们带的礼物 您看看 海平就知道你喜欢古兹奇 特意去了一趟外地 为你躺的躺三下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哎也不贵 这个也就区区 十八万吧 白平啊 有心了 东西啊不错啊 那个 姐夫 姐 你们 没准备点什么礼物吗 他能准备什么礼物啊 就算准备了 也只不过是几百块钱的垃圾 有心给我来祝寿就成 礼物不礼物的 无所谓 这个礼物 我们还真紧 哎呦 这么破的盒子 同小孩子还差 刚才我说几百块钱 是不是都说多了 真是要把我给笑死 我说 咱们就算没钱 也没必要 拿出这么寒酸的礼物吧 啊 这个是我跟小雪为您准备的手 这是古纺斋的股丸 这是古纺斋的股丸 什么古纺斋 压根就没听说过 当时多少钱 这古纺斋啊 可是比肩聚宝阁的顶级股丸店 很多名家的藏品都在那 据说啊 都守大人建造的博物馆 古纺斋也是贡献了几十件藏品呢 引着都守大人称赞呢 那是什么 真学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白鲤 怎么可能买得起那里的东西 赶紧打开看看 别是什么假货烂充数 对呀 肯定不是真的赶紧看看吧啊 嗯 是真的 价值不水呀 哎呀 雪呀 你破费了 妈 其实我忘记跟您说了 早在去年呢 我就成为了天广集团的副总经理 至于李洋 他也很不错 收入不菲 我们孝敬您这些 完全不会破费 我们这礼物呀 也只能算是一般 比这有钱的妹妹妹夫 那可差的太多了 雪啊 其实你很优秀 妈妈呀 心里为你感到骄傲 妈 天广集团可是江省数一数二的起 他又没有身份没有背景 怎么可能做得上附近的 对呀 可不要为了在爸妈面前显摆 就吹那么大牛皮 到时候 戳破了可就不好了 我根本就没有必要显摆 天广集团会在网上发布用人信息 不信的话你们随便去查 你还真是越装越像了啊 经济抵制吧 你们去查查不就行了 真是啊 那怎么写 谁呀 那真是天广集团的副总经理啊 小小海平 你们可要好好向姐姐姐姐夫学习啊 别整天回来就是要钱 拿我们当自动提款机啊 知道了吧 爸妈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想先回家了 有个窝囊废 如果有脸你就在这吃饭吧 小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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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就这么走了 以后你怎么问你爸妈要钱呢 该要就要了 他们是我的琴把琴把 我这是不服气 周雪这个贱人 为什么周叔都比我强 你是想 去把你表弟周鸿刚叫过来 他不是想睡东西啊 那就给他一次机会啊 对 你还真好意思留在我妈家 叔叔阿姨都那么热情了 那就留下来多陪陪他们呗 今晚没有多余的位子打地破 你就跟我洗睡床上吧 嗯 你还真好意思留在我妈家 一给你好脸色 你就这副德行 我又没想干什么 你的脑门上写着五个大字 我想占便宜 哎 又被你看穿了 真没意思 那你眼睛太烂了 睡吧 对你没兴趣 我警告你啊 如果今天晚上要趁我睡着趁机开洋 那我明天早上起来 就让你断子绝碎 不要 把你的腔瘦一瘦 哎呀 我又不是 我这种血气方刚的年纪 受不住 不要你 老婆 哎呀我还没准备好呢 你别着急吗 你说什么呢你 嗯 你快点放开我 嗯 放开我 小雪 小杨虽然年轻 你这一大早的 也别对她不依不饶的 我们出去溜弯 给小杨熬了补身子的汤 在厨房呢 一会儿赶紧出来喝了 你笑什么笑 赶紧去 黎主任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啊 人家一个人好无聊啊 港版权 上班时间注意作风问题 黎主任 你昨天没来上班 亏得人家想你想了一整个 你晚上都没睡着 你接起电话就休人家 哎呀别别别别别 我对你没兴趣啊 那 黎主任对我的照片有兴趣吗 我这里还有好多呢 包括还有一些公司的 黎主任帮忙值得一下喽 你就不信这还拿不下你 黎主 大早上的跟谁聊天呢 子弹刚射啊就有理气了 哎 你别一聊 手机拿过来给我看看 不是隐私这是 这也太不要脸了吧 上杆子勾引 还发来这种照片 没办法呀 这我好歹也是个医院主任对吧 年轻有为 没看出来呀李啊 你还挺可以的 这么吃香 我想要我的人那可多的去了 那大把大把的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们互不相干 我可没说随便啊 这是你自己乱说的 你什么意思 因为心里有你 怕对不起 你少说这些好听的了 人家的照片你看都看了 你早就对不起我了 不过 这身材 这颜值 也就不过如此 我只是好奇 我又没见过是吧 你又不给我看 你还想看我拍这种照片 你的思想本来就不见过 再看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这次我就不追究了 你和不许看了 谢谢老婆大多 你又开始乱说话了 小心我收拾你 走 给我去厨房吃个汤 这不比高曼娟香 可惜看不到状况 这样你就受不住了 你也太迅了吧 那什么今天天气热 有点烧火 那这火 比起高曼娟的黑丝怎么样了 你这么在意呢 是不是喜欢我 你一个入坠五周家的坠序 你也配 之前 我可能配不上你 但是现在 我们要你 那是你的荣幸 李阳 你能有今天 想看我们周家的扶持 你敢这样跟我说话 老大 老大 那个丑娘没出来了 妈 老子早就想玩这个臭丫了 你俩赶紧过去 把他给我抓过来 你回去回去 啊 小小 你快去先放手啊 啊 啊 老婆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看不出来吗 我就是要让这群男的哭了你 你这么做是犯犯的 你快放了我 如果我要怕犯法 我就不出来混了 周小姐 你的身材和模样 可是让我想了很久 尤其是 像现在这样保证 更是让我热眼费的 姚姚 你为什么要联合外人来对付我 为什么 我爸明明比你那个香巴 老父婷厉害多了 可你却处处比我优秀 秋天我爸也总是称赞 你总是装出一副清高懂事的样子 让我恨你 觉得你就该点 娇娇 不管你心里面是怎么样想的 你这样做都是犯法 我放了 一切都还来得及 放了你 可以啊 但是你要先把这群男人字幕收拾 我就放了你 今天让你也姐姐上 一会你也上 顺便把他那个骚样子给我抬下来 谢谢老婆 周雪 就是看不惯你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表哥 你先来帮他破处 一会儿 我再让他爽上天 哈哈周雪 你可太诱人了 尤其是今天 乱的这么骚 不就是出来勾引男人的吗啊 你们不要过来 老公不让你们死我造神之地的 那个废物我们早就查清楚 不过就是从农村出来的一个桃子 没权没钱就会点后裤 就算是他来了我们也不怕 不愧是绝代佳人呐 连生气都这么好看 不知道 等会脱了衣服会不会更好看呢啊 你可是学混蛋 我就想去死 你不会让你们得上的 越烈我越喜欢 我告诉你 今天你就算是死的 也是被我们玩死的 哈哈哈哈 男人给我按着 等会啊 一个上点一个下点 让他体会一下男人的滋味 哈哈哈哈 不要你啊 你还真的快救我 那个男人不会过来了 走就你他们的老公来了 怎么你啊 怎么怕干嘛 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一个土包 小雪 你的小亲人来救你了 开心吗 真的是你吗 有我在没事的啊 你小子倒是挺有肿啊 一个人就敢闯这里来 就这个小贱人 不过你还不够格 不过你来的也正是时候 我们还没开始呢 接下来你就看着 周雪怎么被我们玩到求饶吧 想看 我们和你老婆的表演 那就你一下 给我磕三个想头 然后三刀六动 唱个求饶 我甚至 能让你参议一下 哈哈哈哈 你这个混蛋 等着李奥白打的过地求饶吧 臭 臭 臭嘴 你敢打我老婆 上次 我换过你 这一次 你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们这些人随随便便就可以把你弄死 这个废友就在找死给我弄死他 对 直接给我弄死他 别当我们玩大美人啊 滚开滚开 你们这对狗男女 嫉妒周旋就对他用这种下散乱的手段 当小爷是车速的 就凭你 想找死 老子成全你啊 来人 我弄死他直接啊 上手是我们答应了 这次你去等死吧 你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 这次他们都是拿着武器呢 算是就弄死你 哎呦别生气了赶紧报警助理 我已经报警了 在警察来之前 得给他们点教训 就 大废伍还敢嚣张呢 给我直接弄死他 这怎么可能 你要怎么随时便把全人打趴下了 周红刚你上边的人不行啊 我 小爷 这次你就饶了我吧 这次 真的不怨我 都是他们 他们这对狗男女 他们 嫉妒你老婆 所以就绑架了他 这次就饶了我吧 家里的爸妈 怀里的女人身边的兄弟 都是我的逆恋 你们触犯了我的逆恋 不好意思 今天我一个都不会放我 这 姐夫 姐夫 我再也不敢了 就这一次 就您原谅我们姐夫 啊 都是我的错 是我永远不是太深 我再也不敢了 你饶了我吗 姐姐 你帮我去休息 我真的太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现在只饶着姐姐了 这一帮人 就应该拉出去宰了 我 别冲动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马上就会到 姐姐 我求你放回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我不想蹲监狱 这都是你应得的 姐姐 李阳 我那样对你 你还愿意来救我 谢谢你啊 哎呀 谁让你是我老婆呢 不管是龙潭虎穴 还是刀山火海 我都会义无反顾的 实力护妻吗 讨厌 我又不真是你老婆 再说了 要真的是龙潭虎穴 刀山火海 你才不会管我的死活呢 不话说的好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我绝对不会的 请你相信我 相信 你就算英雄就美了 那你也不能拉拉扯扯的 都这时候了 还不承认我是你老公啊 我都说过了 你只有参加了要王大赛 成为了国一胜手 才有资格追求我的 不过为了表达感谢 今晚我请你吃饭吧 谢谢老婆 哎我说啊 咱随便找个吃饭的地儿就行 不用考的这么严重 看来你是没来过这种地方 不过这间爱丽丝餐厅 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平常吃饭的地方 走吧我已经定好位置了 小姐不好意思我们开心已经客满了 不会啊我定了位置的25号总 哟 这不是周总吗 不好意思 占了你的位置了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我这个只会吃软饭的臭弟弟 中学 他呀是山猪吃不了细糠 像这种高档场所啊 不是他该来的 李江龙 你还好意思在我面前嘚瑟 周总 你赶紧把这个废物看好 别让他乱咬人 其实这家餐厅也不是冲我给我面目的 而是给我未婚夫李江龙 他马上就要和前缘地产的张总合作了 而这家餐厅刚好就是前缘地产旗下的 他们就给我未婚夫面子了 好说好说 我呀只是跟前缘地产合作而已 前缘地产 那么厉害吗 像你这种只会吃软饭的废物 你当然不知道了 前缘地产可是江城最大的地产公司 能拿下一个项目就能吃喝不愁了 我未婚夫会把项目给我一部分 到时候 总经理的位置就是我 贺宇 你处处跟我作对 可是李江龙的红科集团跟我们是竞争关系 你觉得他真的会把项目给你吗 贺宇啊 已经是我的未婚妻了 给他一点也无妨 谢谢江龙 你坎户你老公 让他在拍卖会上简陋阻害公司形象 等我当上 第一件事就是整顿你 整顿我老婆 你还不够自得 你一个废物在这里装什么啊 周总 我劝你赶紧带着这个废物滚吧 不然被轰出去可就尴尬了 我们走吧 现在就走 那岂不是很没面子 你个死废物 我没把你打出去就够给你面子了 就是 赶紧滚 算了 我们找别的地方吃吧 既然我们来了这 就在这里吃 先生不好意思 刚才已经说过我们大厅已经客马了 哈哈哈哈 我们不用预约照样有位置 而你永远只会跟在我的身后 大厅没位置了是吧 那就给我们开一间 VIP情侣报监 大厅的最低消费已经是十万了 一个乡下来的兔包子 竟然要开VIP情侣报监 你这破卡有钱吗 哎 他就我一吃软饭的能有什么钱 这不中雪在这呢 哼 这怎么可能 是个废物怎么会有前沿地产的至尊金卡 他就是一土包子 这绝对不可能 他这张卡要么是假的 要么就是偷的 这个前段时间呢 我治好了你们前沿集团董事长的病 这张卡呢是他给我的刷卡 安排没错 他在医院治好了前沿地产的董事长 林绍华的公外运 贵宾您这边请大厅就留 别高兴的菜子 这可是我用袁绍华的人情换的 菜可不能浪费 气都气饱了 还怎么吃啊 你放心 我知道你想签下前沿集团的合同 我帮你 哼 袁绍华的人情你今晚已经用掉了 别在这做美梦了 不过我听说 那个项目负责的张总 好像很喜欢古玩 我打算投其所好 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好 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 这人情可不能白用 得吃回本 快吃菜 李主任 你怎么才来啊 都两天了 人家都快想死你了 注意作风的你啊 我不会给你付出我的机会啊 讨厌人家试试真的 想要表现的话就去帮我倒杯水 真会喜欢 讨厌原来主任喜欢自己的 叫糟糕 还想勾引你的李主任的 史医生 请你自重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李扬那个废物 整天关门干的那些破事 我跟李主任那是闹着玩的 是吗 那你让我检查检查 那你现在还是不是处你 如果是的话 我就相信你 混蛋 一关禽手赶紧滚开 小高 全院就属你最漂亮 我早就想尝尝你是什么滋味了 您说早晨的时候是最难的 来 赶紧让我欣赏欣赏 我欣赏你放开我 他妈在老子面前装什么 还想不想他医院干了 不干就不干滚开 想走那也得先让老子爽了才行 啊救命啊 住手 李主任救命啊 李扬 你这么着急过来找他 还没玩过来 闭上你的狗嘴 怎么被我说中了是吧 老高 他就是一个农村来的土包子 你宁愿被这种人玩 都不跟我是吗 李主任是镇人君子 比你这种人渣强一万倍 这个人君子 这个废物的底细我已经查清楚了 他就是一个上门的女婿 他那个表姐就是他老婆 这种没权没事的废物 是靠他老婆当上的主任 你跟他还不准跟我 我爷爷可是国义胜手啊 我就是下一届的国义胜手 虽然你当不了我的老婆 但是当我的小三 也比跟着这种废物强啊 国义胜手比的是实力 又不是比你家祖传 你一个倒插门的废物 别以为凑巧治好了一个病人 就了不起了 我可是从小研究医术 你拿什么公平 到时候别被打脸 你以为我怕你不伤 小方 赶紧滚过来好好的伺候我 不然你现在就滚出医院 你他妈竟然敢打我 我因为可是国义胜手 我打的就是你这种人 小高是我中医部的人 轮不到你做主 你要再敢纠缠他 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你你嘚瑟不了几天 我告诉你们 等我成了国义胜手 第一个就收拾你们 你给我等着 你不该为了我得罪许文 他是你招容器的人 没事 这种人渣我早就想收拾 再说了我也要去参加 妖王比赛国义胜手 非我莫属 真的只要没有黑幕 我一定是下一任的国义胜手 放心你跟着我会 不会让你丢工作的 我不怕丢了工作 只是我没想到 你竟然真的有老婆 现在想想 我之前给你发的那些照片 你感觉好丢人呀 你不应该瞒着我呀 我也不想他 我是倒茶门 我老婆觉得我配不上他 他不让我说 你老婆什么野光啊 你这么好 他竟然还看不到 要是我的话 我会告诉全世界 不许说了 我怀疑 我没想到你还挺护短的 真想找机会试试 我尝着呢 别胡说 好 那你离婚一定要来找 我让我试试 好好工作去 喂老婆 干嘛 我好不容易约张总谈了个项目 你没事不要烦我 你们在哪儿谈 我下班吧 我跟你们一起 还是爱丽丝餐厅 你来了可别捣乱啊 张总 李江龙 你怎么在这儿 张总 又没说我把项目给你啊 我也有机会啊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这个项目至关重要 我们前沿地产 需要慎重考 张总 我们天广集团 承办了都省的博物馆项目 您完全可以认识 可以信任我们的 张总 不管您最后选择了哪家公司 这尊佛像 您一定要收下 这是股房摘的珍品 价值不菲 我们老板说了 只有像张总您这样的人 才配得上这尊佛像 周总 似乎也带礼物了吧 先帮我拿出来看一看 张总 这是 前段时间采摘的极皮毛间 就这 周总你是真好意思拿得出手啊 想谈项目一点诚意都不能实 哎 项目呢 是要给有能力的人 不是谁送的贵 就给谁 那是自然 张总 我们红柯集团的实例 您是知道的 那是绝对没问题 那是当然 周总 这可是你自己不带诚意的 别怪他怎么不给你机会 诚意 就你这一尊佛像吗 你这个死贿武什么意思 难道你是想说张总说说贿赂吗 这可是你说的 我可没说 哎你 你谁呀 别捣乱了 张总 这个废物 是周雪的上门女婿 你还不知道吧 周雪利用职权 偷偷让这个废物 去前几天的拍卖会解漏 像这种人 你不跟他合作 就是最正确的选择 你还敢遭遇 怎么 我说错了吗 要不是这臭娘们帮你 我就不信你真能解漏 你还是这么的鬼 不就是一尊佛像 你他妈给我看好了 这尊佛像 可是古访斋十大镇殿之宝之一 价值千万 你个臭废我还看不上 真可笑 价值千万 价值千万就了不起了 李阳 我知道你这小朋友出头 可是你在拍卖会上简陋的古玩 也没有带在身边 就不要在这里逞强了 还是周总实相 赶紧带着这个废物鬼 别耽误我跟张总谈合作 谁说我们没成业 这是什么成业 一个从农村带过来的破项链 埋在张总 别闹了 张总 对不起 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 这可是前段时间 赌食的时候开出的龙顶血域 那不可能 你明明只开出了正阳绿玉 然后摔碎了 哎周雪 我看这个废物啊 跟他爹一个德行 赌食胜瘾 然后开始睁眼说瞎话了 李阳 你拿着我给你的钱去赌食 我本来不想跟你计较 你怎么又来到这么一出啊 那块正阳绿玉的确是 但刚好开出了这块龙顶气 张总 您是横家 您应该看得出真假 龙顶血域 漫年难出一块 我就不信 会被你这样的废物赌食开出来 张总不用看 绝对假的 李阳 快走吧 这是万年难得一遇的龙顶血域啊 这就是万年难得一遇的龙顶血域啊 张总 你说的不是真的吧 这个废物怎么可能会有真的龙顶血域 张总 你看我的佛像 这个才是几片 你滚 你懂什么呀 一百个佛像 你比不上这块龙顶血域 周总 可否把这块龙顶血域 给我把玩几天 像我的事 一切好说 他一直在帮我 而我刚才还一直误会他 他也应该不会同意吧 啊 没问题 只要是张总您喜欢 就随便玩 张总 我们可是说好的 要把项目给我们红柯集团 你滚蛋 红柯集团还不配跟我们合作 龙总 您真是慧言如居 选择天广集团 才是最成绝的 那 那 我就先回去准备合同了 好 啊 李阳 真是要谢谢你啊 我现在呢 就是你的幸运心 只要我出现 你的任何困难都能因人而解 以后 你就不会离开我了吧 你少自恋 别走啊 你起开 你只有赢得了要王的比赛 才有资格追求 niin 哎呀 这龙顶携玉 价值莲城 要是还给那个土包子 那就对 张总我们来找您谈合作 好好来来来请坐请坐 张总 张总咱们还是先聊正事吧 上次那个项目应该可以签名了吧 是这样的啊 周小姐所在的天广集团很上规模 但是我们董事长不太满意 张总 我们天广集团可是上市公司 我还要把龙丁写狱拿出来 想不到我们董事长还不是什么 龙丁写狱是李扬的 吃饭碗不能送人的 我去亲自跟董事长介绍我们天广集团 哎我还是很清楚你们天广集团的实力的 我可以去董事长那把龙丁写狱要回来 这样吧 我去亲自跟董事长介绍我们天广集团 哎我还是很清楚你们天广集团的实力的 我先找司机把你老公送给你 你呢 陪我去公司对面的酒店 坐一下 张总 我觉得 在这聊的挺好的 就在这里 没关系 只要跟周小姐在一起 再怎么劳烦 我都不会觉得辛苦 张总 还请您自重 周小姐 你不要跟我装清楚 你看看你老公的穷成什么样 难道你就不需要多赚点钱吗 只要你可赔我一碗 我马上签约合同 你要知道 这种机会不是谁都能有的 你做梦 我周雪虽然不算富有 但也不会为了钱 就自甘下检 哈哈哈哈 好好好 那周小姐也考虑一考虑 啊 呃 李扬是吧 你也劝劝你老婆 这种发家致富的机会不多 只要她看朋友 龙顶险欲为原物凤凡 还有后面的项目合作 这个 我还真是要劝一句 李扬 我知道你担心 他不怀咱们龙顶险欲 但你也不至于把我 我别的男人床上红了 亏我还对你有点好感 也是太令我失望 周小姐 你老公都这样说了 你就跟我走吧 是放 老子要劝的是你 别他妈作死 哎呦 你个小垃圾 你还敢威信我呢 怎么打我呀 像你这种底层的小垃圾 也只配用拳头 宣洩自己的卑微了 冯理他 我们快走 现在就走 那我还配当你老公吗 可是党人也不能算本事啊 打他 打他我还怕脏了我的手呢 今天必须让他交出龙顶血雨 让他当不成总经理 你好厉害啊 我当不当总经理 还是你说了算 我现在就给你们董事长打电话 给我董事长打电话 你知道我们董事长是谁吗 难道不是云少皇 算你有点见识 不过我们董事长的电话 岂是你这种小垃圾能知道 算了 别装枪作势 胡乱装逼了 我手机没带 把你手机接我 然后给云总去个电话 我手机也没电了 咱们还是快走吧 手机没电了 我手机 你要是能把他叫来 我给你跪下 要是叫不来 你就把你老婆洗干净 不配 你就是没准 你就等着双腿被打断 看我玩你老婆吧 云总 云总马上就到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你想笑死我呀 我知道你做过云总 可是这个张雄 是钱源集团的总经理 云总不可能会帮你的 咱们还是赶紧走 小垃圾 我没时间陪你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云总你 你怎么真来了 有个垃圾在这冒份 放肆 你认识这个小垃圾 李先生 何止是认识 李先生可是我的好朋友 弟弟 哎呀那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是一家人了吗 弟弟 发生什么事了 云姐 你们公司的这位刘总经理 借着合作的机会 敲诈我的龙顶血域 还打我老婆的主意 云总 你听我解释 这是个误会 我不知道你认识李先生 我要是知道的话 你竟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啊是不是 谁又还给你 老张 你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 从今天开始 这个总经理的位置 你也没必要再当了 这些军头 我跟了你十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你不能就这样抛弃我 都是我思维心脏 老兄弟不要开除我 林姐 你们公司的人事任免 我当然无权干涉 但是像他这样的人 借着公司的利益 行个人私欲的行为 您如果不去理由我 这恐怕日后很难复仇 四张啊 不是我 是你这次做的实在是大 这么多年 你这种把死脑的多少 你自己心里揪住 自己主动辞职吧 这些地方 你敢别开除我啊 我上有老下有小 你这样开除我 我都没有我 我乐了 哎 你带我 你带我 林总 林总 对不起啊 都是因为我 才给你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是我的人 对你太冒美了 是了 合作项目呢 我看一下 这位小姐 我会去商圈里的财迷 项目是我的卖 你过 就算不满意 我也会给我定一个面子 那 云总的意思是 答应跟我们合作了 嗯 今天的事 谢谢你啊 我嘴上说说 你正经一点 我问你 你明天真的要去参加药王大赛吗 当然了 你不是说了吗 只有成为国一圣首才有字的做 那你这样的 我也得好好考虑考虑 这还考虑什么呀 你再考虑 那我可去找小护士吧 你敢 你早就是我们医生的老公了 不允许你污辱我的声誉 好了 我懂了 你最好懂 等我成为国一圣首 我一定要把你拿下 到时候还看你会不会对我这么高 老婆 你也来了 那你说多少次 要不要让我了解 还有我会 是因为你代表一个很远 是我们天网 让旗下 好我知道了 你能来就行 周总你觉得真的很喜欢你 我和他没什么 我不在意 别了 没想到你居然真的 我为什么就不能来 今天我一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到时候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没错 各位 你们还不知道 这个废物就是农村来的 学历就是职高 根本没有什么真本事 就是靠着道插门 让女人帮忙 才当上了又康医院的主任 什么 又康医院竟然让这样的人当主任 那不等于是草菅人命 没错 这种人也配来参加国一大赛 可笑 李主任现在怎么办 我今天就是代表又康医院来参加的 这比赛还没开始 你们就大嘴巴乱哟 什么意思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当着大家的面 你还干脆药 我就不信你能有多厉害的药 有没有本事 只有比过了才是 倒是你 别丢了你 你也就刷刷嘴皮子工作 我今天可是带着新研发的药来的 只不过是一瓶药而已 有什么大剑小牌的 李主任 你的药是什么 你该拿出来了呀 我手上的这几根针 就是最好的 真酒 这个我也会呀 只不过这些都是小把戏 没我的驱八高利 没错 喜文医生可是国医圣守的孙子 从小跟着学习 矮如木 医术早已得通了 你随便拿出两根针 就觉得此很了不起 我倒是要问问 这药是你研究的 还是你爷爷研究的 当然是我 你这个废物竟然敢质疑我 这就是许医生研究的 凭着这款虚八高 许医生就是当之无愧的国医圣 我只是随便问问 就算这药是你爷爷研究的 在我眼里我不知意 你找死的 想让他污辱我爷爷 我只实话实说而已 你这药真一般 往往自大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 各位 这是我从小留下的疤痕 也正是因为这个疤痕 我才一直研究驱八高 今天我就亲自试验 让大家看看驱八高的效果 这这也太神奇了吧 八痕真的不见了 有了这驱八高 本届的国医圣首 非许医生莫属啊 李杨 他那可是神药 你确定你有比他更厉害的吗 放心 看见了吗 小别三 这才是大家信得过的神药 我就不信你那根破针 能有这药更厉害的 你这驱八高啊 一眼看上去是有效 但其实里面掺杂了 灼伤皮肤的成分 让疤痕部位暂时退去死皮 要不了多久 就会不妨 让疤痕更加严重 胡说八道什么 我看你就是极度许医生 在这里胡说 李杨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这驱八高的效果 如果你想当国义圣首的话 就拿你的那几根破针展示着 收拾你们两个废物 那可太容易 进来吧 我让你展示你找了一个臭药犯的干嘛 这个人又脏又臭的 你故意拉他来捣乱的吧 他可不是什么臭药犯 他先前企图侮辱女性 被人送进监狱 后来竟然被人捞了出来 企图逃脱惩罚 可是苍天有眼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 腰就被人打折了 这才啰嗦 原来是你找人打的我 我弄死你 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我从不打 只打出手 你 我今天 就是要治好他的瘫痪 你要能治好我的瘫痪 我以后再也不招惹你了 你说瘫痪就瘫痪啊 我要检查检查 这边我见过 他瘫痪有段时间了 经常看见 他在天药底下起头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我每天早上上班 都能看见他在桥洞底下要饭 立阳 他都瘫痪这么长时间了 真的可以治好吗 你不要逞强啊 而且这种人 你知道他干什么 你放心 我心里有数 我不会便宜他的 大表认输嘛 反正输给国医生手 有什么用 怎么样了 检查的还好吗 确实是瘫痪了 我就不信你的破针法 能够让他站起来 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吗 你这个废物 还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为了你之后半个月的自由 我只要能站起来 什么东西我都能忍 等我站起来 我一定要弄死你 站一下看看就这 我还以为多了不起的针法呢 我就不信这个臭乞丐能够站起来 他坐的时间太久了 坐一下 你现在刚恢复需要调整一段时间 一个月之后你就不用轮椅了 老子终于站起来了 你真是个神医啊 等我痊愈了 我一定给你送一份的 这绝对不可能 他一定是你找来点错 他的遭遇大家都知道了 在我治疗之前 你不是检查过了 怎么连假瘫痪都查不 绝对不可能 这不相信你那破针法能够有这么厉害 笨货 你连九龙神针都不是 你怎么接受国医圣神针 这竟然是思传已久的九龙神针 怕就连上阵的国医圣手 都不会这样的针法 真是人不可貌相呀 没错 这一定是九龙神针 只有这样的针法 才能让这乞丐从龙椅上站起来 这界的国医圣手 就是因为小神医了 我不服 你们两个一定是在演戏 接受现实吧 无论是你的医术还是医德 都不合格 学生说说孙神 他可是国医圣手的孙子 闭嘴 回去告诉国医圣手 我李洋已经超越了他 还有你 你以后别再用国医圣手的孙子的名号 来招摇状态 我 没你这样的孙子 你 作为医生 要医者人心 面对患者最重要的是 及时救治 减少痛苦 从你嫌弃他 到对他态度恶劣开始 你就不配做一个医生 这场比赛中 你注定是一个输者 现在可以 别等到时候你的区八高副作用起了效果 可就对了 你从小学医 绝对不会输给你这个农村来的土包子 各位 我的区八高一定没有问题 这界的国医圣手一定是我 大家快看 徐医生的手臂不好啊 这是正常情况 一会就好了一会就好了 这就是区八高的副作用 你还想狡辩 咦 真没想到 国医圣手的孙子竟然已经就这种垃圾 是丢人呀 是 不 就这样还想继承国医圣手的名号 真是可惜 徐医生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你给我等着啊 今天让我丢起你的面 我会放过你的 就你那点劲 啊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新一届的国医圣手 李洋 李洋 你做他那种人干什么 真是便宜他了 我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医术 到时候 他还得回那桥底下讨饭 我当上了国医圣手 你就想跑啊 没有 我只是没想到 你真的这么厉害 我再厉害 也逃不过你 老婆 我都说了 你只有成为了国医圣手 才有资格追求我的 我不管 你就是我了 今晚我就要跟你入供房 讨厌